第三个误解我们经常看到说中国的通货 通货紧缩问题 的确中国已经摔退了 大家不投资了 也不消费了 整个经济疲软了 类似于日本在90年代之后 房地产价格泡沫之后的状况 表面上来看去年的消费品价格仅仅是上升了0.2% 似乎的确是比较偏低了 那么但是 这个尼古拉斯拉迪对于数据进行了剖析之后 就发现实际上 你如果是去掉食品和能源之外的核心消费品价值 增长的是百分之零点七 实际上并没有很明显的通货紧缩的迹象 那么的确 我们说这个原材料的价格 还有生产其他商品的工具的价格 这一部分在2024年的确是下降了 但是正如刚才何明先生所说 你得看到底原因是什么 不是中国的产品和原材料出现了需求的疲软 而是整个全球能源价格和其他贸易大宗商品 是出现了普遍的下降 所以这是更大的背景和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当然是非常低的通货膨胀 但是离我们说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 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那人们可能还会说 说中国的这个工业品需求疲软 公司没有把资金投入到业务中 投资不利 现在使用下降的利润来偿还债务 等等等等 其实这个数字 这个感觉在数据中也得不到支持 你仔细看中国的数字 不管是企业也好 还是各种类型的企业也好 其实在去年都是加大了借贷 不管是绝对数额 还是占到GDP的比重 那不管是制造业也好 采矿业也好 服务业也好 公用事业也好 投资都是有所增加的 并不是像大家讲到的衰退迹象 一片这个惨难 更多的大家对于经济发展不好的 这样的一种想法 那么一方面是疫情 给大家留下的这种阴影 疫情封锁留下的这一种 对于中国经济政策失败的 这一种感叹和印象 另外更主要的 就像刚才和民先生所说的 现在整个全世界的经济 都处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中 就连房地产问题 尼布拉斯拉迪先生也认为 对于房地产的过度担忧 也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看相关的数据 2023年住房开工数字 的确是比2021年要低了一半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背景 同样是在两年期间 房地产投资只下降了20% 那我们说对于房地产的投资 下降了20% 为什么新房开工要减少了一半呢 这个中间怎么解释 尼布拉斯拉迪先生就发现 数据中真正的秘密了 实际上是开发商 把更多的投资分配给了 之前已经开始的住房项目 我得保交房 得竣工 因此2023年竣工的面积是达到了78亿平方英尺 是超过了住房开工的面积 换句话说过去几年 不管是政府政策鼓励也好 还是房地产投资的重点也好 主要是放在完成的一些非竣工的项目 而不是去上马新的项目 而政府政策鼓励银行向这一些没有完成的住房项目提供了更多的贷款 而不是把贷款给这些新开工的项目 换句话说 如果现在银行对于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放松了 完全打开约束 你只会进一步加剧房地产的供应过硬 更多的房子建不完了 反而是不利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的平衡 所以我们看到新开工的面积减少了一半腰斩了 并不意味着整个房地产行业腰斩了 这实际上可能是中国房地产出清的正常的一个合理的方式 不要再上马新项目了 把有限的资源都集中到完工这些已经开建的项目之上 这是房地产问题 尼古拉斯拉迪先生从数据中给出我们的一个澄清和解释 还有一点呢 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朋友一听可能十分的愤怒 就是尼古拉斯拉迪先生认为 这个企业家现在受到北京政策的打压 资金全部转移出国 特别是大型私营企业 现在中国私人投资是一片惨淡 大家对于中国的前景已经不再看好 钱都逃出去了 这个想法 这个说法也是一种误解或者是一种虚假的现象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的私人投资增长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改革到二零一零年中期 一直是比国有企业要快 到二零一四年的时候 私人投资是占到了整个投资的百分之六十 已经占比超过国有企业了 这个私人投资啊 往往是比国有企业的投资啊 这个更有生产力 更有生产效率 这个趋势啊 在二零一四年之后 的确是出现了逆转 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 尼古拉斯拉迪先生是第一个注意到习近平上台了之后 开始把资源重新分配给国有部门进行这样一个国有部门 叫总整合资源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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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啊 但是到了二零二三年 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比例是多少呢 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个下降是有但是不是像大家认为的整个私营企业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 下降了这个原来百分之六十现在百分之五十 我们说这个呢是在某一种这个我们叫做区间内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有人说啊说习近平啊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啊 企业家认为啊习近平管经济不靠谱 只要习近平掌权的企业家在中国财富投资上啊就会谨慎 就会把财富转移出国 当然了对于习近平的这个经济政策 大家各有各的评价啊 拉迪先生其实此前有很多的批评 但是他又讲到了一个问题 这种所谓的悲观情绪并没有被数据支持 为什么我们看到二零一四年后 私人投资是占到总投资份额下降了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私营企业家的钱都是被国有企业家抢去了 私营企业家的投资都是被国有企业家给占掉了 你仔细看私营投资下降的这一部分 几乎全部集中在房地产市场这一个行业上 因此啊 整个私营投资占到总投资风格的下降 就是有两个原因所决定的 第一房地产市场正在出清 第二房地产这个行业大部分是私营企业主导的 如果排除房地产 根据尼古拉斯拉迪先生的数据统计 整个二零二三年私人投资的增长 是将近百分之十的一年之内的 那这个又和我们的想象有很大的不同 的确啊 我们在媒体中经常看到有一些中国知名的企业家呀 与中共决裂了 离开了中国 那么呢 也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发表了非常多悲观的看法 但是现在在中国有多少家私营企业呢 有超过三千万家私营企业 其实啊 家族企业的数量在二零二三年还在不断增加 现在在中国家族企业已经有两千三百万家了 一点二四一家企业总共是雇佣了三亿人还多 所以啊 尽管中国有非常多的问题 尽管习近平对于经济的控制引发了我们很多的不满啊 特别是对于经济的过度控制粗暴手段导致中国经济承受了很多不应承受的问题 但是尼古拉斯拉迪先生就讲到了一点 夸大这一些问题本身其实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当然可能满足你的某种心理需求啊 他说呀 说对于美国更是没有好处 因为中国对于西方是有真正的挑战的 在面对这一些真正挑战的时候 如果你夸大中国的经济问题 反而啊可能让你对于中国产生不切实际的评估产生自满情绪 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拉迪先生说中国会继续对于整个全球增长贡献超过三分之一 不是说对于全球经济总量是对于全球经济每年的增长 中国一个国家就要贡献三分之一 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速下降了 它的影响力会继续的扩大 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他认为呀美国政策制定者低估了中国的经济 而这呢也导致他们高估了自己和亚洲伙伴之间加强经济关系的能力 他说呀 说低估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可能会导致美国在处理亚洲问题的时候 做出重要的错误的决定 美国必须要全面的理解才可以应对中国对美国带来的真实的挑战 经济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是逃不掉的 美国与亚洲盟友和伙伴的密切合作也是必须的 但是美国要做的实在是太多 看低了中国也就看清了美国加强自己的技术和创新 确保竞争力的重要性 因此啊 垃圾先生在整个的文章最后啊就总结到 说呀 中国有挑战 但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非但不减还会继续增长 美国呀理解应对中国崛起非常重要 不要说打败中国 最重要的是确保自己能够在全球格局中仍然有一个安全的地位和利益 这呢就是垃圾先生对于近期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啊 流行的说法和数字的澄清和整理 何明先生怎样评价 首先啊就是我还是在佩服美国啊 有这样一个舆论的环境啊 可以呢 用专业的语言啊独立的声音表达出来 中国吧 现在的官方整个语言啊就不准唱衰 所以呢 如果讲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多 这种文章就发不出来 这是中国的悲哀 美国的好处就在于呢 即算主流意见是这样啊 甚至总统是这样 还是有学者发出这样的观点 这就是自由的很重要的一个价值 但是呢 夸大自由的这样一种对经济的影响 或者是夸大自由的对人们的一种必要的需求 有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呢 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 或者是它的成就的这种误解 怎么去平衡准确了解 中国这种国家的崛起 其实不仅是中国啊 未来印度 未来的越南 因为未来的印尼 未来的巴西 未来的中东 都有可能会出现某种 甚至土耳其 都有可能会跋涂现在的困境而崛起 这是一个 怎么有一个评估标准 不仅仅只有价值观 不仅仅只是一些表现的数字 不仅仅只是一些比较大化的概念 包括房地产 包括地方杂物 包括人口下降 包括消费数字 所以怎么找到真实的数字 这篇文章提供了一条思路 这些思路 很多事情看起来 你就不会去说 这是中国的危机 大家经常讲的一个事情 就是人口的危机 我有朋友是专门研究人口方面的专家 他当然是比我很有发言的资格 但是我的问题是 人口的危机 你不仅是在中国 在韩国 新加坡 这些国家 成熟国家出现的人口下降 也包括日本 那么有些情况 就不想批评中国的那种问题 说你中国某些某些问题 就造成人口下降 有时候包括我在内 也是会批评 中国人口下降 是因为你社会保障体系不好 但事实上你说 新加坡应该是不错的吧 日本也是可以的吧 对吧 韩国的经济发展 比中国在某种程度上 发展的更早一些吧 所以这些事情 如果你比较起来 甚至 你跟这个 印度相比 我最近看到报道里面 一些资料里面 其实印度也在下降 所以 这些东西不是说 中国人口没有危机 中国人口仍然是可以说是 存在问题 但是呢 它不再是 中国一个孤立问题的存在 所以看中国的经济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的问题 包括政治的问题 现在其实在犯一个巨大巨大的错误 就是不能真实的评估中国的问题 也同时呢 没有办法真正评估中国的实力 和它的潜力 或者它的发展力 把几个事情混淆在一起 就是让自己要么高估中国 我认为中国会在全世界产生一种意识形态的 一种军事实力的 一种经济实力的 等等很多方面的前面挑战 有时候呢 又低估到说 中国不行了 中国很快就走向衰落了 这种事情都是危险的 都是过高和过低才是不真实的 所以我就比较追求 比如说 中国有哪些问题 讲出来 不要掩盖 中国有哪一些实力 你也不想缩小 你缩小也没用的 你缩小也没用的 准确的评价中国的问题 当然是非常艰难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现在很显然 不仅仅是西方的评价 和估计出了问题 连中国人自己也出了问题 从来给了谣言 华中取宠 唱衰有了更沉重的一个空间 从来有更多的人被误导 所以今天 外交事务发表了这篇文章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讨论 但是首先 当然外交事务不是所有的文章都好 有的文章也是很吃惊能烂 但是整体来讲 是一个非常有品质的这么一个杂志 非常值得沉默敬意的一个杂志 当然这位作者也是很重要 不过所以我想请你讲一讲 这组者的背景可以吗 拉迪本身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 现在是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 这样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 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 常年研究中国经济 那么有关于习近平时代 有关于国企 以及私营企业的经济中比例的变化 就是他的论文最先发表研究的 那么我本人也曾经对于他进行采访 也看到了他很多真知灼见的观点 刚才频频看表为什么呢 因为和平先生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 还有约 最近给我们打赏的网友越来越多了 和平先生这个饭局也是不断的增加 那么如果大家想请和平先生喝一杯咖啡 我们当然是非常愿意的 不请和平先生喝咖啡可以请李奇喝咖啡 请的方式就是加入华尔街电视会员 加入思想先驱报会员 希望我们的精神实量能够换来 您给我们的一点物质实量 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先驱报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会 谢谢 명이内容 慢点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